因此要学佛 学佛不同于一般的知识 学佛可以把知识 转化成超越的波勒智慧 转化 因为通达空性 这些知识 在大悟人的心中就是工具 就是工具 所以出家人书还是要读多 比较容易红法 知识层面也比较高 大家也比较能够信服口服 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 因此我们读书拿歇利 只能过着现实的生活 种种获得种种知识 观念 语言 文字 歇利 但是不能断烦恼 不能解脱 解脱要歇佛 要开大波勒智慧 这个是歇佛的可贵 所以知识是后天所学习的 波勒是本性具足的 每个人的本性都具足 所以既然本性具足 又不必花一毛钱 为什么我们不要用智慧呢 所以从现在起 我们待人要诚恳 要慈悲喜舍 吃无量 悲无量 喜无量 舍无量 要用这颗福的心 对待你的亲戚 朋友 对你的师长 要恭敬 对你的先生 对你的老婆 朋友 都是用佛的这颗心 对待他 你学佛成功了 成功了 你度了自己 也度了别人 所以底下说 以主佛林涟盘前 所富足地质 度化友情的医治 此言这些大比丘 都振入了圣庙的智慧 而堪然 少计如来 度化一切友情 是富足 言尽皮尼 言就是庄言 尽就是清尽 尽 皮尼 泛文叫做皮纳也 或者是皮尼也 之沈言 沈言就是简单的了 切力之总称 此言这些大比丘身 以静之路的立法方面 都能清静庄言 戒品精进 就是不破戒 不漏戒 不戒戒 不误戒 以戒品清静 顾得世为以妙相庄严 红犯三界 红就是大 犯就是模范 师范能为三界 一切众生之师范 应身无量 应就是应积 感应 应身也就是三圣 贤圣 未度众生 应其根基以及因缘 而视线之身 此随机而应之应身 虽非其本身 然也亦以其本身 也就是致受用法身 而得变化 视线他受用身 阿罗汉 以正的神族通 固能以自身 做种种 不失意变化 应身无量 也就是神通自在 拔击未来 业主成雷 未来 未来世的众生 成雷 六层之父雷 诸位 注意那个雷字 雷字就是负担 诸位 动念极乖 是什么意思 就是 动执着的念 就是心灵的负担 动分别心 就会变成心灵的负担 动到一次的念头 就会变成心灵的负担 所以诸位 什么叫做众生 时时刻刻给自己压力 叫做众生 时时刻刻给自己不舒服 叫做众生 时时刻刻给自己痛苦 不堪 叫做众生 不懂得 不懂得波罗 智慧 本来就记住 这些多余的 六层之父雷 就是因为 源自于无名 所以成雷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攀岩六层 而变成一种负担 所以大家 控制一下欲望 尤其 尤其 控制一下口业 讲一个可怕的故事 佛在世 有一个妈妈 她的儿子 跟着佛出家 这个妈妈对三宝 没有信心 不但不赞叹佛 不赞叹法 不赞叹僧 这个 无所谓 没关系 但是因为 她称恨 佛陀 度了她儿子 断了她的后代 因此 就到大街小巷里面 散播佛陀的坏话 佛陀的坏话 散播了佛陀的坏话 就一直告诉人家 说曲坦 曲坦就是世尊的名字了 断人后代 断人后代 没有经过她的允许 儿子跟佛出家 释迦 摩尼 专门断人家的后代 因此 这个事情 传到了佛陀的耳中 佛陀请这个 大弟子 去跟他安抚 跟他嵌告 说 半佛半法半生 是不善 是大不善 是半世尊 是不善 这是很严重的 罪的 他不管 他像婆妇骂街一样 这个村庄毁谤完 到另外一个村庄 这个村庄毁谤完 到另外一个村庄 所有让这个比丘 出去脱拨的 通通通没饭吃 没饭吃 啊 佛陀跟他授记 说此人 当下十八成第一 求出无奇 就这样子 一个儿子出家 跟佛对立 一直伴佛 一直伴三宝 而且停不了 我跟他 跟他授记 说 这个人 经百千万劫下地 再来出 经百千万劫 会堕二轨道 没有东西吃 啊 在经百千万劫 再变成畜生 经百千万劫 再转世成人 还贫穷 下见六根不拒 我们这只嘴巴 哦 我看到这一段 哦 赶快讲给诸位听 帮佛帮法 帮身子不善 无论如何 要控制一下 自己的情绪 不能一直发挥 像婆妇骂戒一样 骂三宝 这样下来 就会像是 遵守授记的一样 大家要冷静 聪明的人 会紧闭自己的嘴巴 出来都是讲好话 但是也不要赞叹的让人家变成一种负担 哎呀 啊 费理法师啊 你就是文殊师的菩萨吗 我说你这样赞叹变成妄语 你有罪我没有 我怎么乱讲呢 是不是 我告诉你 讲这个笑话 也不简单 要学 实在也是很困难 我这种功夫 哎 有的人讲说 哎呀 费理法师讲经历 讲笑话 我这个可不简单 要模仿 可是很难的 我有个同学 他 不太会讲话 他的女朋友告诉他 说我 我们交往了好几年 你没有讲一句 感动的话 震撼的话 都没有 他就说 哎哟 你同学 我那个女朋友 说交往了好几年 都没有感动的话 我说 要感动很简单 我那时候是在家了 出家就不教人 在家 这个要感动很简单 你把它背起来 同时 这句话念了以后 要用眼睛看它 你背一下 我说 跟他讲 如果这是一场梦 我真的不愿意醒过来 会不会啊 我说会 同时你要用眼睛 深情缓缓地看它 就去了 夜会回来 是真的很感动 很感动 但是呢 她的女朋友呢 我问她说 那你有没有 一张神情缓缓地看它 眼睛啊 这样神情缓缓 她说有啊 我说那你怎么看 她是这样看 我说你的眼睛像闪电 当然很快就听到雷声 那女朋友要送 她说你今天眼睛很严重 我送你去眼科 要送她去眼科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个模仿还是很困难的 模仿还是很困难的 你不要以为说 讲这个笑话很容易 所以模仿来的不是自己的东西 以下是六成之负累 众生以缘其六成 而智障必自心本明 而成为灵明本性之负累 此言 这些大比丘生 能拔记未来之众生 令其超越六成之负累 而得解脱三界苦难 因此不复 如来之殷勤 嘱托义贯 这些大比丘生 皆是已经正胜到 驴育无肉 烦恼勇习之大阿罗汉 彼等皆是佛之争执 安住护持如来 正法 赤身善修如来 无量 妙法 而得超脱三界二十五有 等诸有之细福 并且能以此说不过度 乃至四方佛度 成就三千为夷 随从佛世尊 转正法轮 并且以其所正生妙之智慧 而堪能少计如来 遗嘱之度生事业 事故彼等 皆能庄严 尽持疲借贫 红犯于三界 为三界众生之示范 并能随众生之机缘 而事先应生无量 以度化解脱现在之众生 于生死之中 更能救拔 正 寄进未来 无量有情 这个正就是救 拿财产救助受灾的人 叫做正宅 正记 现在是拿佛法 救济众生 所以更能 就把正记进未来 未来记 无量有情 令皆 超越诸臣老之 妇雷 而得解脱 所以这个成观法师 写的任言经义贯 写得非常好 你看他把这个义离 全部贯穿起来 看起来就一目了然 九十二页 中间全论 本段经文 看来与一般 经文之细分钟 陈述与会大众的大比丘 好像没有什么不同 本队 繁 不